各位朋友大家好 歐洲島國塞浦路斯 他又被稱為有錢人的移民天堂 在塞浦路斯買樓投資移民 有30萬歐元的 也有過100萬歐元的 都是兩代移民拿永居身份 今天就帶你們來參觀一下我們住的地方 嘩 美得傻 前面都是海 是呀 前面真正正的大海 我們所住的朋友的這套樓 就分為上下兩層 別水的價格是200萬歐元 一樓就有一間客房、廚房 還有一個大客廳 跟著我們就上去二樓看看 二樓上來同樣都是有一個大客廳 另外還有三間套房 每一個房間都有自己的洗手間 200萬歐元的樓 和30萬歐元的樓 無論是地點、面積還是環境都不一樣 這間就是最小的客房 朋友買了這裏 平時就會在Airbnb上出租 因為這裏整棟樓靠近海邊 所以過來訂房的人就下夜不絕 這間就是我睡的房 透過大型的落地玻璃窗 向外面望去就是一望無邊的大海 每天一起來就可以看到這麼漂亮的海景 整個人的心情都完全不同了 在庫一層就是一個打乒乓球的娛樂室 有不少國內的投資者 就是因為看中了塞浦路斯的生活環境 才在這裏投資買樓移民 今晚朋友在她的家裡 就招呼了我們一頓住家菜 今晚所搭配的酒就是兩瓶王嘉莉炮 口感順口圓潤絲滑非常好喝 朋友的北方菜 涼拌東北大拉皮 想不到在塞浦路斯還能吃到東北醬驢肉 手撕燻雞 他們自己在家還能做燻雞 自己泡發的刺身 蔥爆海参 在國外沒辦法想吃好的就得自己動手 只有自己動手才能豐衣足食 辣巴蒜和洋蔥炒鋁肠 白爪熬蝦 三文魚切片 還有一個辣椒小炒肉 這一桌菜可是地地道道的東北味 這個就是東北的香腸 介紹正宗的東北菜 當然還是得用普通話 這頓東北菜太地道了 如果我不說我是冰島的話 北人的感覺就站在國內 吃跟東北醬一樣 一點點都沒有非常尊重 天上龍肉地下驢肉 東北人是特別好驢肉這一口的 一口驢肉一口酒 這就是東北人的最愛 他們自己種的茴香 用新鮮的茴香 先做餡包的餃子 這個實在是太難得了 就算是在東北 也吃不著這麼正宗的茴香餡餃子 就連做小炒肉的辣椒 也是他們自己種的 白爪南极的熬蝦 就用最簡單的方法白爪 這熬蝦的肉汁真的是超級鮮甜 這頓午飯我們吃得超級滿足 感謝朋友的熱情困帶 吃完飯之後 我們就回房休息了一陣 過了一兩個小時之後 接著我就走出來附近的海邊 準備過來看日落 當你在彩婆露斯的時候 這裡的環境可以令到每個人都身心特別放鬆 我自己就坐著在海邊 看著這麼漂亮的大海 此時此景就是我所說的那一句 這裡美麗的海景 真是可以治癒你的一切 我拍視頻拍他們的海景的時候 手機根本就沒有調過任何的顏色 你們看一下這些海水的藍色 真是清澈透明 藍到好像藍寶石一樣 蔡普魯斯這個國家 對他們自己的環境保護真的令人敬佩 無論你走在哪裡都幾乎見不到垃圾 你們看一下日落的美景 是不是就好像大自然的一幅天然的調色版一樣 我自己就一直坐在海邊 一直等到鹹蛋黃消失在海平面之後 我才離開 這次真麻煩了朋友 還不麻客都在他家裡吃飯 馬克吃得相對簡單一點 不過今晚搭配的酒 就一點都不簡單 在麥卡納裡面是屬於基本的 即是也是麥卡納的 它沒成年份的這個 沒有年份的叫順綠 這支酒就是Jura的21年 我想如果懂得飲威士忌 這支酒就根本不用我做過多個介紹 然後 好破色 這個 有這個 有這個奶油香味 哦 你聞一下 還有水果的蘋果的香味 嗯 有點蘋果的香味 蘋果的香味 蘋果的果味嘛 你想一下很清香的 它這個酒的 21年的酒啊 有這樣的清香的蘋果香味很難得的 嗯 因為 酒 年長的話 一般來說都是那些 堅果 就是那種 葡萄乾啊 那種味道比較多 嗯 我喝威士忌就絕對是個初歌 朋友說有什麼味 我就跟著再慢慢的品 我只聞到蘋果的香味 聞不到奶油的味 因為中午吃得太多了 馬哈就吃一個簡單的東北匯麵 非常難得 這些麵條是朋友自己手感的 這是醬 豆醬 蛋菜 放個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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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吃起來 它就有的湯比較香 嗯 中午的大餐就吃得太多了 馬哈這樣一碗簡單單的湯麵 吃下去真是最舒服 還有飯後甜品 鮮奶鹽 真的事務朋友有一位這麼好的老婆 將家頭事務和家庭的伙食 安排得豐富多彩 井井有條 你們又知不知道塞浦路斯這個國家 他們就差不多有著五千到六千年的釀酒歷史 我們也要找個機會品嘗一下當地的葡萄酒 你們看看 在塞浦路斯非常難得一見的雷暴雨天氣 都可以讓我碰上 不要看著這間餐廳的裝修風格 好像西式餐廳一樣 其實它就是在塞浦路斯的蘭拉卡 最出名的一間中餐廳 在這裏 你不單單可以吃中餐 還可以喝酒和吃水煙 今晚朋友就選了一瓶 塞浦路斯本地產的白葡萄酒 然後歐洲的那個葡萄苗得了瘟 現在法國意大利的苗都是在島上移過去的 葡萄苗也會得瘟疫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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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竟然趴在椅子上跟客人打招呼 無論他們去到哪裡 都會有人給他們吃的東西 所以在塞浦路斯見到的浪浪貓 隻隻都非常乾淨而且是肥肥巴巴 與人類和平相處 所有塞浦路斯的國民都已經是習以為上 浪浪貓可以隨便進出餐廳 我真是第一次見 接著我們又開第二瓶酒 今晚的兩瓶酒都不便宜 一瓶是三十多歐一瓶是五十多歐 針兩瓶不同的酒用了兩個不同的杯 我現在這樣的水平還形容不出來的酒如何好發 總之我就覺得好喝過第一瓶 就是這個酒的油和醇口很多 再聞下去呢 這個四香味香很多 用這個桶 葡萄啊 桶啊 用的都是 肯定是美食 肯定是美食 所以你喝下去是口感也好很多 啊 很棒 這餐三個人賣單 兩百零九歐元 這次的旅行在塞浦路斯停留的日子不多 但是塞浦路斯的味 就深深刻了在我的腦海裡 這個愛神誕生的國家 歐洲島國塞浦路斯 值得你們有機會來走一轉 這次的塞浦路斯短暫停留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接觸到來去意大利的羅馬 我喜歡分享我生活中的點點滴滴滴 如果喜歡我的視頻記得關注我啦 多謝你們的支持 然後這次的小菜飲料 就要在這個小菜飲料